4月6日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负责暴力行为的协调员告诉陪审员 前警察德里克·肖万在逮捕佛洛伊德的过程中使用的颈部束缚是未经授权的 警察也接受过使用最低限度的暴力的训练 在肖万谋杀案的审判中检察官出示了证人 试图进一步说明他无视有关适当使用武力和处理危机情况的培训 跪在佛洛伊德的脖子上超过9分钟 检察官之一史蒂夫·施莱西尔向警督约翰尼莫西尔展示了一张肖万跪在佛洛伊德脖子上的照片 并且询问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使用了授权的颈部限制器 肖万是一名白人警官 他不承认对佛洛伊德的谋杀和过失杀人罪的指控 佛洛伊德因涉嫌在一家商店用一张假的20美元买香烟而被逮捕 这一事件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引发了反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的抗议活动 莫西尔作证说 警官们都接受过使用一定比例武力的训练 以及如何正确使用颈部束缚 手铐和绑带 只有在嫌疑人积极地进行反抗时才有权使用旨在使嫌疑人失去知觉的脖子束缚器 在交叉盘问中 当被问及警察在不同情况下逮捕不守纪律的人时是否必须保护自己时 莫西尔同意肖万的律师艾里克·纳尔逊的看法 纳尔逊还向莫西尔询问了警官们在使用颈部约束和使用体重约束个人时需要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 莫西尔表示我们已经提醒警察注意进步区域 该市警察局局长4月5日作证说 肖万在逮捕佛洛伊德时违反了警察局的规定和道德标准